你來諮詢之前 你到底有沒有提炎剪輯 因為你還沒看到醫生嘛 或者是你從來沒有諮詢過 你只是上網看YouTube 看一些案例 你會搞得很亂說 我到底是雙眼皮可以直接做 還是我到底有沒有提炎剪輯 就不能用縫的 等等 你農我農 你的問題有這種 大家好 我是精華的診所 整形外科 成為農醫師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我覺得是比雙眼皮更上一層樓 比較複雜的一個項目 那到底什麼人會來諮詢提炎剪輯呢 一般都是來諮詢雙眼皮嘛 然後後來才發現有提炎剪輯的問題 那一部分是 他自己覺得就應該有提炎剪輯的問題 比如說他拍照的時候 大小眼非常的明顯 另外一部分人是 縫過雙眼皮或割過雙眼皮 然後術後發現有問題 就是縫出或割出提炎剪輯 不過那部分是被列到重修的部分 不過也是跟提炎剪輯有關 你來諮詢之前 你到底有沒有提炎剪輯 因為你還沒看到醫生嘛 或者是你從來沒有諮詢過 你只是上網看YouTube 看一些案例 你會搞得很亂說 我到底是雙眼皮可以直接做 還是我到底有沒有提炎剪輯 就不能用縫的等等 那其實你可以第一個照鏡子嘛 你看著鏡子 然後你看下你自己的黑眼珠 我講的不是雙眼皮的部分 你可能有雙眼皮 你可能有雙眼皮不對稱 你可能是單眼皮 都不管 你就看你的瞳孔 你的黑眼珠被你的眼瞼板 眼瞼板就是我們眼睛張開 這個上面的那個板子 到底蓋住你的黑眼珠多少 我認為啦 如果低於四分之一 可能蓋了四分之一 蓋了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 你應該就是有提炎剪輯的問題 或者是你拍照 你會覺得我的大小眼好明顯 怎麼一邊那麼大一邊那麼小 那基本上應該也是有提炎剪輯的問題 所以自我檢測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照個鏡子 你就是拍個照 你可能就會有 蠻明顯的 知道到底有沒有這樣子 好 另外一個檢測的方式就是說 你可以注意到 提炎剪輯有三個徵兆 第一個是你會挑眉 你有可能眼睛很多折 或者是你眼窩非常的凹 如果你有這三個徵兆 那你有提炎剪輯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你當然你挑眉很嚴重的人 你其實可以把眉毛壓住 當你把眉毛壓住的時候 你眼睛就張不開 那基本上你大概就有提炎剪輯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有三個徵兆 也不代表你就是有提炎剪輯 我有遇過有挑眉 有多折也有眼窩凹 結果提炎剪輯也是沒有問題 也是有 那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縫 那眼窩凹 你就可以補個玻尿酸 補個脂肪 就可以解決了 挑眉你可以打個漏毒 那就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有三個徵兆 確定是提炎剪輯 那處理的方式就完全不同 就不能打漏毒 可能就不能補東西 補東補西 就是要做 自己確定完之後 最終你還是要來諮詢 你還是要跑診所一趟 尤其是提炎剪輯 它其實很難在線上直接預約手術 因為提炎剪輯要現場看 那諮詢的時候 會怎麼樣知道有提炎剪輯呢 當我模擬你雙眼皮的時候 我們可以秀個照片 你就知道 模擬起來 如果沒有問題 那你眼睛就會非常的亮 非常的沒問題 雙眼皮非常的好看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縫了 那如果你是這個狀況 那這個影片你也不用看 因為看的只是多 把自己搞得亂一點而已 可是如果你諮詢的時候 或者是你撐雙眼皮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好看的 眼睛非常無神 要嘛就是有大小眼很明顯 要嘛就是眼睛 至少一邊蓋住 四分之一以上的黑眼珠 就確定是提炎剪輯 大致上應該是啦 理論上我還是會進一步的測試 提炎剪輯 低藥水測試 跟模擬測試 低藥水前跟低藥水後 我們都會照片比對給你看 在線上 我只能初步跟你講 我覺得有沒有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現場跑一趟非常非常重要 輕重重度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假設你可能蓋了 五分之一四分之一 你可能是比較偏輕度 你蓋住三分之一可能是重度 你蓋了一半的提炎剪輯 那沒有話講的絕對是重度 其實對手術來講 稍微有差 可是對諮詢來講其實沒有差 因為你有提炎剪輯的嘛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你沒有提炎剪輯 基本上就是可以單純用縫的 或者是單純用割的去做出來 可是當你有提炎剪輯 不管你是輕度重度重度 我是覺得 大事實上就只能用割的 那提炎剪輯我要一直強調的是 其實提炎剪輯的部分是功能矯正 然後雙眼皮的部分是美觀 所以功能矯正何必美觀 這是二合一 非常重要 缺一不可 很少只做單提炎剪輯的 因為在同時 你就是要處理雙眼皮的部分 皮太多要修掉 雙眼皮要做好看 你的脂肪多或少都要處理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為什麼大部分的人可能會怕說 我不敢割雙眼皮 一般割雙眼皮怕的就是傷口的部分 可是其實外開提炎剪輯 傷口真的還好 你只要好好的照顧傷口 好好的抹除八零膠 定期回來回診 基本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體炎剪輯到底會不會帶來一些困擾 還有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做體炎剪輯 其實就有點像你去做健康檢查 好 你做過健康檢查之後發現 你身體出了問題 體炎剪輯其實就是一種疾病嘛 出了問題 那你到底要不要處理 我覺得是要 而且我們現在科技其實蠻進步的 而且其實蠻方便的 這個手術大概只需要一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 頂多 那你確定有體炎剪輯 你可以不理它嗎 也是可以 當然可以 這隻身體是你自己的 本來就可以不要理它 可是你說 體炎剪輯隨著年紀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百分之百會 你不會變好 所以體炎剪輯的功能矯正 我覺得超級重要 而且這也大概是我的專門 就是我就是蠻喜歡做這個的 因為它除了可以讓你的功能修復 然後又可以順便把你的雙眼筆做得很好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兩全其美 那我當然有遇到一些客人就是 他真的不理它 而且是已經很重度了 那他就是不理 其實他過了一兩年回來 我們照片比對 他其實體炎剪輯就真的是更嚴重 只會越來越下垂 然後最後可能就開始會是 視力會有一些 開始減退了 那你說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啊 你當初如果做的話就沒事了 所以我覺得 來諮詢之後確定有問題 我會建議處理 這集影片其實是比較給 有多一點問題的客人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看YouTube影片 那這集你當然也可以看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自己有沒有體炎剪輯的問題 或者是身邊的親朋好友啊 你有沒有看到 注意到他的大小眼非常的明顯 像我其實就有大小眼非常明顯的問題 暫時不是體炎剪輯 我是假裝先抗鏡 導致眼睛過大 一個眼睛掉下來 這個又更複雜的 我有時候也會遇到 跟我一模一樣的客人來找我 我就會覺得 我們兩個一模一樣 這個狀況就比較特別 我是要把我的左眼降低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是體炎剪輯過大 過有力 那其實我們一般的客人來諮詢 其實大家focus 其實都還是在雙眼皮的好看 可是我的focus是 在你的功能性 完整性 跟你的雙眼皮好不好看 跟你整個搭配起來的眼睛 跟你的整體是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是更重要的 好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訂閱分享 也可以留言 謝謝各位 讚